也是都放在那个Chutwell后面那个红砖建筑 我本来都有找了一些照片 希望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他等一下再讲丘吉尔好了 他非常喜欢抽雪茄 听说他有收集3000到4000根的雪茄 一天就燃七根八根这样 点着那边就这样 然后这个是在Borrow Market那边 以前的农产品都是运到这里来 上这个从泰晤士河上船 然后就运到 上游也好或者是下游出海 英国也造啤酒 造啤酒这种材料是什么 还有什么啤酒花 啤酒花 所以肯特那时候种了很多的啤酒花 都送到这个地方做几三滴 就是这个Borrow Market 如果你们可以上网去看 B-O-R-O-U-G-H Market 你们如果将来去英国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Borrow Market 然后里面卖很多吃的 西班牙海鲜饭 那夫人很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我们就陪他去逛这个巧克力 那这是外宾来的时候 我陪外宾来 这个马总统来说 这个是现在的 英国的商贸部的副部长 然后这个呢 这个先生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叫做Brand Chester 他有一个足球队哦 英国的直接足球队 他每次说 Andrel我请你去看足球 讲了两年 几次也没成功 我都说好 我不见得有时间去看了 那每次都很厚累 每次都要 每次讲一讲就没有了 那这个事 我要请国会员 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在哪里 在我家 2012年那一次 我们国会员组成很困难 不太容易的 组成之前 我们台北会把行程排好 根据他们这次 来台湾参访的指去 比如说想来 想看中小企业 想看观光 想看我们的铁道文化 我们就安排几个主题 然后你就要选地点 但因为他们来 大概就只有五天到六天 时间不多 除了三天 大概关市拜会之后 回到另外安排两天 是观光文化旅游 那那一次就安排 还在日月潭 那我就代表 他们出发前 我要把台湾的气象情况 都汇报给他们 让他们准备衣服 台湾五月还是很热的 那他们习惯天气寒带的地方 他们还是需要一点 穿的 除了正式的西装之外 一些服装的准备 我们要提供很多的资料 给他们 包括形成草案什么的 然后呢 出发前几天我就约好 我到国会去看他们 这些人都集合起来 我就国会跟他们简报 你们到台湾来 会见哪些人 见总统 进见总统 然后见谁 谁吃饭 然后到哪里参访 这个地方大致什么样子 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 他们要去九州文化村 日月潭 我以前 人家送我一套 背心是原住民的服装 我就穿着西装去 戴着那个套子 我当他简报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背心穿上去 他们下了一跳 所以这个就是要哽 让他们觉得很印象深刻这样子 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我就在国会跟他们简报 我就拿了台湾地图 把他们要走的路线划下来 跟着这个地图 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今天要去哪里去哪里 所以他们就 有些人已经来过好几次 有些人第一次来 所以你要 你就觉得让他 觉得你很重视他 把他很当一回事这样子 那天简报完就说 因为你们去日月潭 这是我的老家 我在南投草屯 你们坐高铁 大家会请我们草屯 如果有时间 我希望有这个荣幸 能够邀请你们到我家去看看 做做 可是因为时间很赶 我们看完中台禅师 日月潭走完 吃完饭 中台禅师看完 要赶六点多的高铁吧 那时候四点多了 我说那他们说 我本来以为我想说 在国会里面跟他们讲一讲 听听也就算了 他们不会当真 没想到我 带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第一刚下飞机 一着地他们就说 Andrew 我英文叫Andrew Andrew 什么时候到你家去 我心里想 这个不能呼弄了 所以我就赶快打枪过 我老爸讲 我爸爸这个国会议员 我安排他们到家里来 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几点 快到 那那时候 我的公务手机 外交部有准备给我 但是我没有给我爸爸 那我爸爸就很慎重啊 他就想说做个海报啊 我说今年80岁 他说他做海报 欢迎这些议员 结果他花了两天时间找不到我 后来打到外交部 外交部才跟我联络他 我就跟我爸讲 Benzem B啦 不用啦 就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们 因为时间也不多 大概半个钟头 40分钟啦 然后呢 我家蚊子特多 英国被什么蚊子啊 就他们那天上高铁以后 这里抓那里抓 还好我身上准备一些什么 蚊成药 我就马上给他们用了 那他们我炒成有 我们炒成有很好的麻烦 有些人不敢吃那种 蚊蚊蚊蚊蚊的东西 很怕 连那个蚊子他们也不吃 就很可惜 然后这个就在我们家门口 拜的照片 所以这些人呢 我就是要让他们来 不是只看官式的文化 我们带外面有很多的技巧 我希望他们来能够接触 台湾的宿命生活 让我跟我们台湾的社会的这个 Ficture 能够更 Texture 能够跟我们台湾的社会的机理 结合得更深 不是只是看官方 好像去北韩 样板的给你看 我希望你看台湾真正的 民间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外国人 而且我知道他们的文化 外国人一旦邀请你去他家 他就把你当做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用这种 Language 这种无形的 告诉他们说 我把你当好朋友 所以这些人呢 真的都跟我变成好朋友 变成就你在国会上 有什么议案也好 国内有访谈区要接待 他们真的都是拼劳命接待的 好 这个是柯麦隆 200那时候他还没当首相 这是张主委 我们去参加保守党年会 每年他们9月10月的时候 大概自由党保守党 都会选一个城市 举行他们年会 把今年我们政党 要做的一些重要的政见 透过演讲 透过辩论 透过各方式 还有跟当地的民众结合 还有找要国际政党 各国的政党来参加 那年张炳昆去 张炳昆跟林玉芳委员 还有几个人去 那我陪张大使去 在那个时候 博明海去了三四天 那我们就在利用那会起那四天 跟各国的政党议员 他们还没来之前 我们都安排好 哪一天在什么餐厅吃饭 然后给保守党所有的议员 安排好 见面 互动 吃饭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在野党 我们希望 把这个基础工程 这个基本功 将来到他们执政的时候 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平常 我们要是机会 有时候要烧冷藏 有些政要今天当政 高高在上 他可能不太理你 但是有些国会也不错 怎么样 我们跟他互动 但是有朝一日 他失事了 我们台湾政府 我们中央民国政府 是很有人情味的 我不会因为你今天失事了 我就把你气之如必喜 我还是跟你奉为上宾 当然我不会挹注 那么多的资源跟时间 因为我还有更多人 要自耕耘 但是我还是帮你当我的朋友 有重要的活动场 我还是邀请来当贵宾 让他们感受到 台湾人的温情 的友谊 所以这个人有说 沙冷藏 这个人 沙冷藏 哪天他搞不好翻身了 所以这个 外交上工作就是这样子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交朋友 这个照片都是我拍的 我见英国的时候 到处去 开车到处去 他们Mansion 什么秋天的时候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庄园 像英国有个 English Heritage 跟一个最大的叫 National Trust 这两个是英国最大的 所谓的财团法人 他们有各种管理 各种物业 产权 庄园 古迹 维护 包括 Bitrix Porter 你们看那个 Bitrix Porter 那个画彼得兔那个 他在苏格 那个英格兰的北边 叫湖区 Ledt-Bitrick 那个地方 他有买了几千亩土地 后来捐给 National Trust 给他们去经营管理 那电影拍 那个Bitrix 那个背景 不是真的在那里拍的 那是搭出来的 那个比跟原来比 好像实际比较小一点 这个就是我去拍英国 这个也是在野外拍的 那这是我家的后院 我的后院像篮球场那么大 有五棵苹果树 有梨子 有什么 然后有时候松鼠 然后有什么 狐狸当然不用讲了啦 松鼠虽很多啦 乌鸦啦 鸽子 还有什么 啄木鸟 我在那边六年情愿 只看过两只啄木鸟 那这是伦敦 就那个泰晤士河旁边 只是从北岸排到南岸 这个是他们的摩天轮 London Eyes 这是苹果花啦 刚刚这个是苹果花 这是苹果开花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四月吧 这是白金汉宫前面 就刚刚跟蒂夫人拍照的地方 看过去Y Hall 看过去泰晤士河 这个公园叫 St James Park St James Park 跟旁边有个Green Park 是早年18世纪以前 英国皇室狩猎的地方 后来才开放给民众 大家知不知道 1863年还65年 当莫扎特他七岁的时候 他英国去演奏 你们知道很多古典音乐家 作曲家 包括涵德尔 孟德尔颂 肖邦 他们都是在欧洲寻回 各地演出的 当时的音乐家基本上只是替皇室贵族服务的音乐家而已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地位 所以一般的小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些古典音乐 所以韩德尔帮亨利巴士写了什么 皇家烟火音乐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皇家烟火音乐就是我们在全国音乐比赛的时候 打败敦化国想那首音乐 我可以从头用口哨吹到尾 还有另外一首是蓝色断纳盒 一样我可以从头用口哨吹到尾 剑奏什么我都不会忘记 还有什么山王柱 皮尔金 挪威的族曲叫皮尔金 山王柱 Grey Hall King Mountain 什么之类的 另外还有好几首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学这个 然后春天的时候真的是百花 那这个有没有人去过这里 有没有人去过英国 对不起 没有太可惜了 不要签证 而且现在英镑很便宜 我2008年1月的时候去英国英镑 69 68 69 那么隔年因为2008 2009金融风暴 一叠一年半的时间叠到1比45 1比45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在那里买房子是最划算的 然后加上货币贬值英镑贬值 然后房价也狂叠 也许我没那个胆也没那个财力 这个是大安纳王妃知道吗 这个是哈洛德百货公司 哈洛斯 大安纳王妃当时在巴黎的一个隧道里面 车子追撞的时候死掉的时候 当时就跟这个哈洛德百货老板的儿子邵东 在车子里面 就是他的恋人 所以这个是哈洛德百货公司 后来当然几年前也转手卖人了 这是他们的双重巴士 台北的台北的车都空空了 我想你们都知道 好这个呢 伦敦我回来那时候 2014年回来 那时候叫做海德公园一号 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全伦敦地价或全英国地价最贵的地方 王文阳 台硕那个少东 王文阳在这里买了两户 听说一户都要上亿的 上亿什么 像上亿 不晓得 几千万银棒都跑不掉了 好不好 看起来不怎么样 旁边这个红色建筑是什么 东方文化酒店 这个连战区啦 或者是中国大陆领导人 像温家宝谁去都住这里 因为我们跟里面的人很熟 所以他们都跟我们说 现在哪来住这里 干我什么事 连战区连主席区 我们都会接待啦 那东方文化就是现在 东方北路 开的那个 几年前开的那个 这个呢 这个地方很特别 叫Levenheim 这个地方在哪里 英格兰的北边 英格兰是一个这样子 旁边有一个秃出来的肚子 那个地方叫Norfolk跟Sofork 当地的特有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粉红色的 粉色系列的 你看这个房子是歪歪斜斜的 那个举木 这个都是举木 我等一下有一篇文章 跟各位分享 我就是野人献户 也这个 是我写的 两年 几年前写的 我前年还脱稿在外交部 去年吧 脱稿在外交部通讯上面 是讲英国海权 英国的海权之所以能够称霸全球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大家忽略了一个原因 那是我的角度 就是英国有很多的橡树 Octree Octree是做船最好的材料 因为Octree很坚固 而且它的年纪大概60岁到成年是60岁 那么可以长到120岁 有些甚至有八九百岁的也有 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cosystem 它一棵大的树 120年的树 可以承载500种昆虫植物在里面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我那本文章就是从里面 我从那个角度去发想 那里面有一些照片 那个照片全部是我拍的 所以没有版权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呢 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木头都是举木 这个街道是有点斜斜的 那我就问当地人说 为什么写写 他说很多人也不知道原因 第一个 这个地方是产羊毛的 产羊毛的 Lemingham 英国在15世纪的时候 出产很多的羊毛 但是它本身没有纺织业 它的纺织业是从法国 跟比利时引进的 所以你们去过比利时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挂栈 Tapetry 还有纺织业 那个长年都是从 还有很多的设计 那个都是从比利时来 后来英国引进 所谓的织布机之后 工业革命之后 当然那是更进一步的 那这个都是用 湿湿的木头盖的 所以当地的 当路也是有点斜坡 所以湿湿的木头还没干 盖完房子以后 它就往一边了 这是他们的说法 那这是在布莱顿 布莱顿他们的 乔治湿世吧 那个时候摄政王 1817年的时候 他是糖尿病很胖 然后又很奢华 可是这个人生活不减点 重欲生涩 布莱顿在英国的南边 他是19世纪初的时候 他是很观光圣地 英国那时候认识治疗风湿 英国很潮湿 治疗风湿要去泡海水 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 一窝蜂的 追求时尚 大家就跑到这边去 买别墅啦 干嘛 泡海水 海水有治病的效用 他在这边盖了一个什么 皇宫 这个皇宫进去里面 有点诡异 因为他把很多的华人 画得像外国人 可是都是单眼皮 然后里面的很多的布置 都可能诡异怪怪的 什么龙啊 画得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魔戒里面的那个龙 那种邪恶那样子 有点乖乖的 但是算是连战区 我陪他去 我做导览 有带他去这里看 然后这个教堂好像 我忘记了 好像是在 英国南边 好像是放 大西洋宪章 英国的这个 不是大西洋宪章 英国的大宪章 1215年 约翰王签的 就是英国开启 所谓的民权思想滥伤的一个 很重要的文件 那个文件是写在 羊皮上面的 听说英国现在还有三个真本 一个在英国的国会 一个在这个教会 叫Sellisbury 另外一个不知道在哪里 我忘了 那这个是那个教堂 好 这个是我在威尔斯的时候 你看这个偏僻的地方 还有这个 很可爱吧 你看那这个后面就是 威尔斯南边的海岸 这个是 Wycliffe 你们如果上 我本来要放一首歌给你们听 放英国版的邓丽君 给你们听 那个人早做古了 叫Veyra Lin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 叫V-E-R-A-L-Y-N-N 在战争的时候 他是用他的歌声 抚慰了全英国的民间 就像邓丽君 抚慰了金门前线一样 抚慰了邓小平一样 所以他唱的歌声 那首歌叫 White Clip of Dover 讲那个Blue Bird Blue Bird是一种春天 从地上冒出来的 绿色 藍紫色的花很漂亮 然后就讲他们思念 远方的战士 在欧陆战复凶 作战了 他们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那个歌很感人 他还唱了很多的歌曲 那这个是古堡 这个当然 这个好像是 我从明镜片拍的 不是我鸟 没有坐飞机 我忘记哪个古堡了 这是我跟我太太住了 我们两个住过最久 历史最久的 五百年的房子 上面的木条都还在 都是那个举木 那个房子是滴滴的 门进去头要低下来 会撞到门槛 以前的人身高不高的 那地板都还是那种斜斜的 地板 走上去就会洗船洗船 那种 好像那种鬼魂在上面穿梭的感觉 那他 他还把它弄成像现代的民宿这样 好 这是香叶 这是呢 大家看过吧 英国西南边 巨石镇 巨石镇 他们每年下制的时候 这个设计跟所谓的 前清宫 中国大陆的北京的 这个 正殿 还有所谓的 这个什么 埃及的金字塔 设计都根据 子午线跟这个 太阳 阳光 光线 下制的时候 光线会下到这个正中阳 怎么样 那这个怎么来的 很多人说是祭祀 很多人说是因为宗教的仪式 怎么来 莫中仪式吧 那他们有一个团体 你们都知道 Tom Cruise 他姓一个教名字 我忘了 特别的宗教 啊 啊 对 类似像这样的 他们每年夏制的时候 6月22号 23号 就会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 那这个你看它小小 其实它很高哦 最重要就是最神奇 就是说就像金字塔一样 莫中一世 这个石头那么重 几顿重 怎么放上去 没有人知道 英国这种巨石镇 上以千百 有些是石头的 可以持久 更多的是木头的 木头 有些身上只有木桩而已 你看好像就是一个小板 其实它以前是个巨石镇 是一个巨木镇 很多大家都跟早年宗教 仪式 祭祀有关 好 这是所谓的都多式的建筑 你们如果去莎士比亚故居 在这个乌斯特 乌斯特 W-O-R-C-S-T-E-R 就是两位很有名的作家 的地方 你们听过 纳尼亚传奇吧 C.K.Lewis 就是这里的人 他是北亚尔兰人 但是他在这里长大 他说纳尼亚传奇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 Law Falkner 头突突的那个国会议员 他就是乌斯特 这个地方的人 上议员 他们有800多个上议员 人数一直浮动 因为年纪都八九十岁 随时可能有人死掉 人数是浮动的 那这个地方 C.K.Lewis 他在这里 他就根据他当地的田园景观 拿去看动物园 想象说 他要写一个剧本 他写了一个纳尼亚传奇 有狮子 有什么的 所以那个是最有名 那另外一个 魔戒 Tolkin 图尔金 图尔金 他也是乌斯特这里的人 跟莎士比亚 都是同一个互乡的人 还有英国最有名的 英国很少有音乐家 英国是比较有哲学家 一些发明家 但是英国的文学家有不少 诗人也不少 但是音乐家就很少 我就一直在想不通 为什么英国音乐家这么少 唯独唯独两三个音乐家 一个有名叫 Elgar 艾尔加 E-L-G-A-R 他是写行星族曲 如果大家有兴趣 听行星族曲 蛮好听的 还有一个Volhan Williams 他写这个云雀高飞 非常好听 你们如果上 上这个长榮航公司 一上去 还没起飞之前 你们坐定 先喝杯水的时候 飞机上是不是都 一些音乐出来 那个都是英国的民羊 那个都是Volhan Williams 编出来的 他从历史上面去找 像 Scarborough Fair 没有 那也是长连英国民羊 像那个 那是英国的民羊来的 那 那个 Volhan Williams 就是从英国民羊 筛选出来 把它重新编曲之后 那长榮航公司的乐团 就把它演奏出来 所以你如果上长榮航公司的飞机 前面部落那几首歌 都是他们的 那这是范谷 你们去过 Forghum是吗 范谷 辽阳院 他住的地方 这个不是辽阳院 他住的房子 是在一个酒店的二楼 我太太是范谷民 我也是 印象画派 然后我们去追索他的足迹 我在英国的时候 去了南法还有巴黎 我们去看了他的坟墓 他跟他弟弟 两个并肩躺在那里 然后看他辽阳院 然后最近有一部范谷动画 范谷的动画 范谷 讲一个先生 油彩的儿子怎么样 把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送给他的家人 然后开始了解 从不喜欢范谷 讨厌他到开始了解 范谷是怎么被杀的 大家都认为他是自杀 可是那个电影是说 他是被谋杀的 被枪杀的 这是他的房子 这是范谷疗养院院的门口 那这个是他的 都布置起来了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范谷的应该布置这些 好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Brighton 你看 乌鸦鸦的一片 很多人 夏天的时候就这样子 这是范谷的 这个地方 你看我那时候好年轻 对不对 前阵子我刚接范人的时候 八月份 民事电视台跟我讲 我今年57岁 我听了我很想发表 外交部声明去抗议 我没那么老 连我爸爸妈妈说 你有那么老吗 然后还有亲人 亲戚朋友 是在美国同学 我们不是同届吗 为什么我没那么老 你那么老 原来他是把我的 我们原来发言人的生日 这个年纪移植给我了 我说免费赚了五年的寿命 好 这个是渊文花最有名的范谷的画作 这是我太太郎 这是范谷 当地有名的雕塑家 往他做的 手上拿来的向日葵 这是当地的这个 横木店 是范谷 好 来 讲到 这个人是谁 丘吉尔 丘吉尔 这是他 小时候 出生的时候 在那个 Blanding Palace 我等一下有照片 跟大家分享 我去过大概 这个庄园大概五六次吧 出生的房间 我们都去过 然后 他是一个没有母爱的 没有父爱母爱的小孩 很可怜 妈妈是教计划美国人 爸爸是国会议员 那每天就是教计应酬 根本不管他 他本来想念军校 英国的军校 就像美国的西典军 叫Amherstay一样 就像美国的 Western Point Academy 考不上后来 玉玉寡花 还好不像希特勒那样 考不上艺术学要 变成一个暴君 还好 他 这是在国会前面的雕像 这是他的妈妈 美国人 很漂亮吧 这个呢 Emma Soms 2013年 开楼会议 70周年的时候 我邀请他来 他今年七十几岁了 这个小朋友 丘吉尔抱在手上 这是丘吉尔的妈妈吧 丘吉尔的太太 这个是Emma Soms 那时候他的堂妹还谁 受洗吧 在国会里面 还他当地的小教堂受洗 看出来 他现在年纪七十几岁 看起来跟这个小时候 看起来差不多 看得出来是他 所以我不好意思 老雷蛋 跟老雷蛋这样子 好 这个是丘吉尔的女儿 他的太太 丘吉尔的女儿 二战的时候 他们要女生要重聚 当医护员 当各种东西 甚至情报员 做解密码的 那我那个时候 邀请Emma Soms 来台湾的时候参加 代表他爷爷来 我们去九份金花石 希望他能跟战俘营寿 因为日军占领台湾的时候 在二战的时候 在台湾有成立 有13个还是15个战俘营 最大的战俘营在哪里 金花石 现在有这个碑嘛 台北市政府在管理 那那时候战俘营 战俘的死伤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人对战俘 是比较人道在意的 给他吃 给他好 基本上不会虐待 可是日本对待战俘 营养不良的 虐待的 凝虐的 这个所以他们死亡率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告 德国战俘 二战的时候 欧战的时候 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 大概3% 还是5% 可是日本战俘的 战俘营的死亡率 大概将近28% 还是27% 整整八倍那么多 那这是他女儿那时候 从军的时候 这个就是Emma Soms的妈妈 这是他们家族 给各位看一下Emma Soms是这个 像不像 跟那个娃娃是不是很像 然后这个是妈妈 那时候87岁88岁吧 那2013年的 2014年年初她过世吧 2012年 2013年我Emma Soms来台湾之前 我找她吃饭和咖啡 然后她出发前四天 出发前十天 我安排她跟沈旅群 沈大使见面吃饭 我们两个都 我跟沈大使 布约儿童 沈大使也是历史人 布约儿童 我们都带了一本 秋吉尔的书 要给Emma Soms签名 Emma Soms 他们都时间住巴黎 我说回来英国 我都靠 Email跟他联络 我打电话 然后我们两个都吃完饭以后 他妈妈写秋吉尔的故事 比如说妈妈 女儿写爸爸 他写他自己的志传 然后提到很多话爸爸 那我不好意思拿了 二手书店的书 去给他妈妈签名 觉得太不敬了 好 这是秋吉尔的故居 秋吉尔他的先祖 在17世纪吧 在德国作战 那时候的国王 我忘记哪个国王 封义给他 就像早年封建时期 封采义 采义给你 封一块土地 土地给你 而且还准他的房子 叫做什么 Palace 皇宫 英国所有的房子里面 所有的庄园 再有钱 再有社会地位 你的政治地位再遵从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家 可以被称作是Palace 这几个字 所以唯有秋吉尔的老家 他的Duke Marlboro 马布罗公爵 打仗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英国国王封这个才艺 给他们盖了这个庄园 好 这个就是秋吉尔出生的Chamber 他的房间 他就在这里出生的 我如果没记错 秋吉尔出生 从死掉那一天 好像跟他爸爸死的同一天 不同年 但是同一天 这是Palace里面的 这个就是他退休 1926年 还有1920几年买的 我就没记错 买这个房子 他是偷偷买的 买了他太太买 太太太不喜欢这个房子 反对他买这个房子 可是Emma Songz跟我讲 他来台湾之前 提供了很多 他小时候的照片 包括他刚刚看到的那个照片 那是我网路下载的 但是后来他给我的照片里面 有几张是那个 他说他以前常常在这里跑 跑来跑去 家里就养很多金鱼 然后爷爷 因为脸都粉红色的 然后他爷爷叫他粉红猪 很多人叫他去 叫他Pink 这样子 那常常就在这里 跑来跑去 喝下午茶 这样子 所以他的记忆很多 都跟爷爷爷在这里 都是这个庄园里面 那这个都是苹果树 这个大概是 冬天 春天快来的时候 那这个是 我们的房子 好 好 这个是丘吉尔 这个 这个地方 一个纪念碑 这个也是属于 National Trust的 这个产业 他们就立了一个碑 英国很多的地方 他们的物业的管理 还有对遗产的保 非常的好 就像我们外交 我们英国代表处的地方 是英国的使馆区 距离白金恒宫 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直到七分钟就到了 隔一条马路 两条马路 然后后面都是使馆区 都是很大的庄园 很大的那个房子 以前 舍弃尔夫人 退休的时候 也住在我们后面 那个叫Eaton Square那里 那里有很多 名人住过的地方 你们听过费文利吧 Vivian Lee 费文利 还有谁呢 张伯伦利 请不吝点赞